公子 怎么样 感觉好点没有 本来是有点不舒服 但看到你来了就好多了 马进 我能够亲眼看到你像我爹极亲 我真的很开心 你能够这样做 我已经很满足了 不过你真的好傻 我都病成这样了 你还娶我为妻 我 你才傻呢 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 不管你有病没病 我都愿意和你成亲 看看你们两个 要恩爱也不用急在一时 清禾 先让太医看病吧 爹 你有取笑女儿 好了好了 爹不说不说 那我们出去等一下 清禾这么开心 老夫很安慰 马进 我将清禾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待她 千万别辜负了她的心意 明白吗 马进知道了 岳父大人请放心 好 太医 我女儿怎么样 小姐的病 伤本源于心 但现在研制肺腹之内 最多只有三个月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我也不是很清楚 原因可能是近日小姐的情绪反复所致 太医 难道就没有药 药是有的 只是有些药材搜集很难了 告诉老夫是什么药 不管多困难 我全部给你找回来 其中有一种叫龙肉 世界难寻啊 难道除了龙肉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爹 爹 爹 天和 你怎么样 爹 怎么样 爹 爹 龙肉是人间的极品 可遇不可求 女儿也知道 命不久矣 实在不想累人累疾 就爹帮女儿解除婚约吧 清禾 总会有办法的 对 药肉虽难求 但以老夫的财富和地位 没有什么事犯不到的 对了 只要找到善于猎龙的猎龙老索 事情就好办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要跑出去玩啊 不是 我出去找令牌了 好了好了别说那么多了 赶快离开这里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我还没找到令牌 去哪里还不是一样 去哪里都别留在这里好啊 令牌我会陪你去找的 快走快走 算了 找不到就算了 大不了我不回去就是了 你说什么 你不可以不回去 不是啊 人家也不错啊 果不如就留在人家海了 别找了 天就快要下雨了 我们还是回家吧 你听见没有啊 我叫你们回家 下次再找吧 回家了 别拉着我 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令牌 不行 你一定要告诉我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你一定要找到令牌 你是不是想我走 你把事情告诉我 你真的想知道事情吗 好 我告诉你 清禾姑娘已经病重了 如果不用龙肉入药的话 她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命 太尾大人 已经不惜一切 叫猎龙老索来抓你 如果她抓到你的话 你只有死路一条 你现在知道 我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令牌了吗 我明白 我明白 你对我情深义重 所以我更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我明白 你们龙的思想真的那么简单吗 你们完全不懂凡人的思想 你以为我叫你走 只是为你好 关心你吗 那你完全错 worthy 我应该摩咚咚们 这样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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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下来歇一会儿 坐下 我去帮你拿点茶喝 马上就回来了 不用了 有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真的很感谢你 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你还是对我不离不弃 你在说什么傻话 我们两个都已经定亲了 我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 只要你最后便能好起来 我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见到你和我爹所做的一切 我真的觉得我不应该再灰心丧气 不然 真的是对不起你们 也会这么想就好了 我会振作起来的 小姐 烈龙老嫂跟他的徒弟来了 老爷向前马公子出起一句 岳父大人 你找我老师吗 是的 你先坐下 好 烈龙老嫂 刚才你说要找到龙肉 就要马迹帮忙 到底什么意思 大爷 因为他身上有龙的气味 你们二位真的能从人的身上 闻出龙气 没错 我们第一次见到马公子 从他的身上就闻到了 强烈的龙的气味 以我几十年不龙的经验来看 我断言你马公子 一定知道龙在哪里 马迹 你对此话有什么说的 我早就跟你讲过 我先前是遇到过龙 可是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没错 你是说过 可是事隔多时 如果你只见过龙一次 那么为什么味道一直流到现在呢 所以 你是在说谎 可是我在那之后 真的没有再遇见过龙 至于气味为什么一直流着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知道 还是不肯说呀 马迹 事情有关我爱你之命 老夫绝不苟且了事 你有什么瞒着我的 岳父大人 事实真的如此 我没有任何隐瞒 马迹 在你心目中 还有什么事 比清禾的命更重要的 难道你能白白地看着清禾受苦 看着清禾不幸吗 不说 来人 用心 是 不说就打到他说 好了 我说了 我说了 我是吃过龙鳞和龙血 所以 我身上的龙气 一直聚而不散 你怎会碰到他的 赶快从事招来 我先前在一个山林里 被一个捕兽器所伤 幸好有一条龙出现了 他留下了龙鳞跟龙血 来救我 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你们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泰文大人 差不多就是这里了 是吗 对了 这里的龙气很重 老总 你想怎么做 相信龙会再次出现 不需要多久 我马上会布下天罗帝王 除非他不来 否则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泰文大人 您放心回府 等待我的好消息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那些时间 我去意识 接下来 等会儿 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真的走了 那你身上龙味怎么可能那么重 反正我要说的已经说了 随便你怎么想吧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师父对这件事情一定会追查到底 他的功力比我高出很多 所以他绝对不会相信你的 小小姑娘现在处境十分危险 我之所以跟你说这番话 只是为了报恩 我希望你可以转告他 希望他好自为之 下次如果再见到他 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莫名其妙 太医到了 太医怎么来得这么急 出什么事了吗 今天早上 星河小姐突然病情加重 再次吐血昏迷 所以请太医过来了 太医 我女儿怎么样 小姐的心病已经影响到全身的血脉疫情 若再找不到龙肉做药蚁 恐怕连十天都活不过 这 猎龙老索 十天之内 只要你能取到龙肉 你要多少银两 老夫通通都给 大人 请看死物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龙族返回高山龙穴的令牌 请问老索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令牌的 你又是在哪里找到的 是你马公子带我前去找龙的时候 在树林里找到的 如果没有令牌 龙就无法归回龙穴 龙会四处去寻找令牌 老夫可以担保三天之内 就可捕龙取肉 此话当真 老夫怎敢欺骗大人 太好了 找到龙肉 清河就有救了 麻吉 这次你力量 也有救了 老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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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里都是龙气味 每一寸都是龙的味 我怀疑 马迹和龙女关系匪浅 会不会马迹发现 我们带着龙女跑了 咱们去找他们 走 猎龙老嫂随时会来 我不走 你不走会死的 猎龙老嫂肯定不会放过你 我回不了龙穴 不管去哪里都一样 他们迟早会找到我的 比你的一时是一时啊 龙翼上姐偷生呢 反正早晚都是一死 所以我更不能离开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 我很爱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之间不仅人龙有别 更重要的是 你心里只有亲和小姐 我们根本就没可能 但是 我也尝试过离开你 尝试过忘记你 可我真的做不到 反正都是一死 与其每天担紧手 怕东躲西藏 还不如守在你的身边 看着你的身影 看着你的快乐忧伤 我别无所求 更不敢奢望你能喜欢我 我只要能见到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要赶我走 你就当是 完成我死前的心愿 可是 我真的不想让你受到伤害 我真的不想你会被杀 你留在这儿 真的可能会死的 我不怕 只要你肯让我留下 就算现在要我马上去死 我也心甘情愿的 小巧 好心甘情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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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卑鄙小人 你这卑鄙小人好大胆 你敢私藏龙女 欺瞒我和清禾 不是啊 大人 我 哼 怎么了 是否我老手告错了状 冤枉你了 龙女现在何处 我真的不知道 龙女现在何处啊 岂有此理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看你是活够 来人 拖出去 乱棍打死 大人 请您稍安勿躁 我现在已经发现龙女的行踪 但是 她绝对不会束手就擒的 可是 现在清禾小姐 性命垂危 咱们不能再等了 为防止途中生变 如果马进能够 配合我们 幼补龙女 可助清禾小姐 早日脱险 不 绝对不可以 大人 我虽然不忍清禾受苦 可是龙女救过我的命 我又怎么可以出卖我的救命恩人呢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你做不到就得死 如果你答应的话 你欺瞒我和清禾一事 老夫可以既往不咎 星科状元的位子 还有 我董太尉 成龙快婿的身份 全都是你的 荣华富贵一样都不会少 清禾对你是以往情深 如果你辜负了他 我把你碎尸万段 我给你一炷香时间 你好好地考虑清楚 myst皇上 我给你一炷香 我给你一炷香 你还可以带出去 我一炷香 你一定会长的 我没没过 你啊 你还不过 我一炷香 我一炷香 马季 一炷香时间快到了 马公子我想你是个聪明人 你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我女儿乃千金之躯 竟抵不上一个龙女 当然不是 那你是答应了 要我出门小桥 我办不到 办不到 那你选择死吧 我不想死 你既不答应 你又不想死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 谁要此理 拖出去乱棍打死 然后为狗 大人不要 走 大人 走 大人 大人有什么药啊 大人 大人饶命啊 或许 或许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救秦河 打 给我狠狠地打 给我狠狠地打 爹 住手 爹 爹 你不要伤害马公子 你来这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们父女俩都被他骗了 表面上他装得有情有义 可安弟弟却私藏龙女 他明知你急需龙肉入药 却见死不救 简直是个假人假义 阴险卑鄙的小人 不是的 亲口 我不是存心欺瞒你 这是 大鸡 我给过你机会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动手 不要 公子 爹 你不要再打他了 你 如此无情无义之人 你还要护着他 今日不杀 难消我心头之恨 爹 不要 清禾 我这么做多是为了你 不要 来人 拉开手 不要 清禾 爹 要是真的为了清禾 你就放了吧公子 要不然 我就死在你面前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对你好无情义可言 就算他无情无义 我也不后悔 你是不是疯了 他到底有什么好 让你如此取迷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除了他 我不会再爱上任何人 你的心意 我明白 我不会怪你的 反正我也是个快要死的人 我愿意成全你和小乔 不是的 清禾 我跟小乔 绝非你所想象的那样 我 我 我只是可怜他而已 够了 我不想听你说什么废话 如果你不答应又不龙女的话 就休想活着走出这个门 爹 你要是再伤害马公子 我就死在你面前 够了 都住手 我答应 我答应就是了 取肉可以 可是你绝对不能害小乔的命 孩子 孩子 天啊 我 我 我 听说 轻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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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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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再削扇子 我来帮你 你看你 这么不小心 没事没事 一定会心好的 修好了 谢谢 你不用跟我说谢谢 只要你开心 你喜欢的话 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去做 告诉我 你还想做什么 你让我留在这里 我已经很开心了 现在还帮我修好项目晒 我真的已经心满意足了 不对 你来到人间 一定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吧 你告诉我 告诉我吗 你怎么了 怪怪的 好像发 你就把我当成疯子吧 反正你想做什么 马上告诉我 我求求你了 你告诉我吧 你想做什么 我想吃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好 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在这 来一串冰糖葫芦 好 我要这一串 给 好吃吗 好吃 我刚到人间的时候 你还陪我玩过呢 还有皮影戏 是啊 还有放风筝 你能不能再陪我玩一次 好 我带你去买 好 走 在哪里 算了 没有风筝 这怎么放得起来啊 再试试看 一定可以放起来的 算了 不如等明天再放吧 我不想等 慢点 小心跌倒 我说吧 都叫你不要放了 怎么样 我没事 一定可以把它放起来 不要再放了 不行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说过 我说过要让你开心 我什么事情都愿意为你去做 有你陪着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小巧 其实我 其实什么 是不是肚子饿了 玩了这么久 我也饿了 肚子饿了 好 那我们不要放了 我带你去抓鱼 然后烤来吃 很香和好吃的 好 快好了 今天呢 是我一生之中 最开心的一天 过了今天 就是要我死 我也死而无憾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你的领牌 直走会找到的 到时候 你就可以回到龙学了 鱼差不多快好了 吃吧 好香哦 真好吃 味道真好 这块好吃 你尝尝 我不吃了 玩了一天真累了 那你去睡一会儿吧 好啊 哎呀 我能不能 接你的肩膀 靠一靠 来吧 马金 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无情无义 将小乔引到雷龙老索设下的陷阱里 你怎么了 发什么呆啊 走吧 小乔 我们走别的路回家吧 走 为什么 没什么 只是 只是什么 我喜欢走那边 反正 今天就不要走那边好了吗 为什么 那边有树林啊 我是一条喜欢树林的龙 不如我们玩种蜜草 好不好 来来来 你来追我 小乔 小乔 快来啊 来追我啊 快点 小乔 请你原谅我吧 我真的不想这么做 可是我没有其他选择 我可以保证 你绝对不会受一点点伤 我不会让他们杀你的 你以为老索会这样吗 你们不是答应过我 只是取龙肉吗 师父一生一猎龙为业 龙全身是宝 依靠龙可以为他带来多少利润 够吃几年了 你以为小乔会不死吗 马季 你这个人不但没良心 而且笨得可以 你以为小乔愿 在这儿 你以为小乔 你以为小乔 我 我 想 你以为小乔 你以为小乔 我 你以为小乔 小乔 你以为小乔 进来 你们终于来了 你们都手办 我是不会反抗的 你早就知道马基出卖语 就算是死 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反正找不到灰龙雪的令台 我迟早也适宜死 现在能完成马基的心愿 也不是为一件好事 马基 你出来吧 你不必感到内疚 小巧 谢谢你 让我过了一个真正快乐的晚上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 我已经心满意足 现在我死而无害 希望你忘记我 去找你真正的快乐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小巧你跟我走 现在想走 为时意外 求你们放过小巧 我马基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大德的 你马公子真会说笑 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忘记你的状元之位 你的美娇娘 你凭什么会拥有这一切呢 是他 他要是死了 那你就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了 不 不是 我不会让他死 我不会让小巧死的 他不死 那债位千金小姐就得死 你知道他怎么对你的 他为了你 可以宁愿命都不要去护着你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老夫放过你们 太尉会放过你们吗 我会亲自跟太尉大人解释 说不定 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救秦河吗 够了 百无疑用事书生 我不跟你再废口舌了 小巧 快走 你没事吧 小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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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琴 你别过来 阿琴 你这样只会送死 不可能把他救下来 我不管 今天我就是死了 你要把小巧救出来 中原梦的 太尉千金的 我不听我不管 我叫小巧好好活着 什么都是假的 就算死 我要跟他死在一起 你 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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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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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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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有事啊 小桥 小桥你醒醒吧小桥 小桥 小桥你醒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好累 我现在很开心 我终于知道 我在你心目中那么重要 在人间的这个日子里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爱 以后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里 我爱你 我爱你 小桥 我也爱你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等我死后 会化成梦醒 你把我的龙肉 带回去 就亲和小桥 你跟他 你跟他 有快乐的 生活下去 知道吗 不 我不要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一定要 我不答应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你知道吗 小桥 小桥 你知道吗 你看 你的骨香就在前面 小桥 你想回家的话 你就给我振作起来 不管是龙穴 还是刀山火海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永不分离 永不分离 我一定要带你回家 我要跟你一起回家 不错 老爹给我 那么好的一切 我怎么可以 走 我怎么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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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迹 我要叫你碎尸万段 烈龙老鼠 我派人马给你 马上逮捕马迹和小桥 不惜一切代价 快点 快 快快快 快 快走 快 等等 龙的青蛙很重啊 肯定他们就在附近 许彪 你带一班人往那边搜 我带人往那边搜 他们绝对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 是 师傅 快去 你跟我走 走 来 小桥 你去做一点 我们一定可以离开的 怎么样 好痛 来 到手底下先坐一下 来 八戒 你先走 不要管我 我怎么可以丢下你不管呢 你听我说 如果我们俩一起走 只会一个都跑不掉 只会一个都跑不掉 只要你能离开 我就放心了 你忘了我们的誓言了吗 我们要一起回家 我不可以放弃了 就算要死 也要死在一起 哇 你 嗶 我 不要 这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